55. 明報、樓市向好美匯3月新高 2015年7月18日國際金融A222美國6月新屋動工升9.8% 折合成年率117萬間,升至2007年11月以來第二高的水平 反映未來房屋供應的6月新屋動工許可證 折合成年率增至134萬間,創8年新高 將顯示美國樓市向好,建造業對前景信心增強 數據可望有助此貴經濟增長加快 美匯指數作升至97.9水平,升至近3個月高位 美元對家園增升穿1.3,建於6年新高 現貨金跌至每項C1130.8美元,跌至5年低位 美國十年期國債資息在2.35離水平徘徊 彭博寫指,就業穩定增長,房屋抗揭利率低,貸款標準放寬,有助房屋銷售 於是樓市將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較大動力 不過聯儲局副主席費希爾斯坦利菲薩作表示 美國通脹依然太低,聯儲局需確保通脹潮潮2%的目標賣盡 受房租及汽油價格等上升帶動 美國六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額月升0.3,額年升0.1,符合市場預期 是連續第五個月上升,扣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及能源價格 核心指數額月升0.2,額年升1.8,符合市場預測 不過核心通脹的3分2升幅來自房租,六月房租升幅至近兩年來最大 反映很多年輕人選擇租屋而不置業,若稱G持續操金可能繼續攀升 綜合報導